专访侠女不服输。杨丽精靠拳击于家找回自己。 杨丽精靠拳击于家找回自己。图记者林百年社。2018年3月8日。 舞打天后杨丽精一向以动灵文明于演艺圈。粉丝一直很期待她公开自己的运动及饮食秘遗。如今终于愿望成真。杨丽精新书供服女神杨丽精老师拳击于家今。 8日上市,她还在书中大访公开自己的保鲜绝招。 提到动灵秘诀。杨丽精丝毫不藏私,第一个运动,第二个喝水。 其实我的睡眠长阴工作有时不是太充足,加上现在念书还要写研究报告。 其实我觉得动灵秘诀就是适当运动,睡眠,外加饮食要清淡,多喝水。 这几个原则说来简单,却常被人忽视,她以自己为例,分享饮食清淡,每天喝足1000cc以上的水,并准备五种水果加五糖油烙乳。 国人,水果通常会有奇异果,曼月梅,对于她而言,外食最难吃到水果,因此在早上补齐。 杨丽精维持运动习惯,图记者林百年社,2018年3月8日。 或是打黑豆浆,加十古米,薏仁,红豆等五谷杂粮,加一加大概18种吧,再打成精力汤。 据她透露,她常年喝无故浆,又隔水果也持续一两年了,工作相当忙碌的她,了解现代人的繁忙跟饮食难处,在书中特地为读者规划了超商饮食,让大家就算吃超商食物,也能吃出好健康。 提到以拳击瑜伽为新书主题的原因,其实与她一路以来的背景相关,拳击动作可促进心肺功能,还可以瘦身,动态拳击有样可让心肺跳到一百多下。 前25分钟的拳击,快速热身之后,再搭配瑜伽的伸展,那伸展就是我动灵的秘密。 人家说,经常一寸多活十年,就算做衣没把皮肤拉紧,脖子跟身体肌肉是骗不了人的。 人如果要年轻,以太就要年轻。 杨丽精的动灵秘诀之一,就是瑜伽。 图记者林百年社,2018年3月8日。 这本书就是浓缩我多年来的五大生活,将它化为在家里就可以享受的拳击有氧,再加上一些瑜伽伸展。 杨丽精曾因旧伤半夜翻身痛醒,现在的她劈腿利落,丝毫看不出受伤的事实。 大家都知道我曾经不良于航,脊椎压迫到三分之一,现在大家看我这么软Q,不是天生的。 我一拉筋,眼泪就一直飙,可是不能不拉,不拉身体就会忘记功能,它就会萎缩。 谈到最糟糕的状况,它表情严肃,萎缩只能动手术,但动手术到自一化就是疤痕,可能会纤维化,对我的身体不是太好。 所以,那时我想,如果可以,我希望用运动的方式让身体机能恢复,就算有运动伤害,要把伤害定在那里,不要继续恶化。 现在的它不止没有继续恶化,还可以穿高跟鞋跳国标,连医生都觉得很奇怪,一般人就是慢慢恶化,最后连三分之一都不见了,只能动手术。 但我却用运动改变了这件事。话锋一转它强调,我希望自己出书把这种观念带给大家。 杨丽精很软Q。图记者林百年社。2018年3月8日。 2018年2月花莲大地震灾情惨重,杨丽精老家在花莲,父母也深受其害,父亲甚至因为地震撞到脑出血,他为此赋予新书一个任务,我会把这本书的尽力所得全部捐给花莲震灾,因为我的故乡在花莲,这次地震灾情严重,我觉得应该回馈故乡。 做了多年的武打明星,杨丽精始终没忘侠女风骨,从她年少在香港打盼的不服输,到她对自己酒伤的对抗,甚至是对故乡灾情的关注,侠女两个字似乎再也没有别人比她更适合了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